据韩联社报道呢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今天透露 朝鲜宣布在半岛西部海域 朝方一侧划定海商禁航区 并通知韩国将于今天 在七处地区实施海商设计演练 相关消息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目前当本台记者在韩国东南浦乡海域 采访韩美双农战略演习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几乎是在演习开始的同时 是接到当地媒体的一个最新消息 就表示朝鲜在31号上午的时候 是向韩国发来通报 就表示将会在当天之内 在位于朝鲜半岛西部海域 朝韩海上军事分界线以北呢 举行射击演习 韩联社是引述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话 表示说朝鲜当天是以西南战线司令部的名义 向韩国发来了一个电话通知文 在这个通知文中朝鲜表示 在韩国百丁岛以及盐平岛的海域附近的七处海域呢 朝鲜当天将会举行海上射击演习 要求韩方的船只不要靠近 韩国军方认为 虽然朝鲜宣布的地点是在海上分界线以北 但是对于韩国居民和船只的安全来说 仍然具有一定的威胁 因此已经嘱咐当地民众不要出海 或者是靠近相关海域 韩国就预计 在当天朝鲜将会动用海岸炮和火箭炮等武器 在电话中有柔和火箭炮等